他就是乔德堡在逐步成为整个大湾区的一个C位 因为深圳通道深圳段的起点在保安 逐家两岸结同发展过程当中 它能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就是乔德堡 因为我们深圳过去这么些年 你就看到这样一个特点 它是一路往西过来的 从罗湖到福田到南山到保安 因为真正和周边接浪 和东莞惠州接浪是保安 而且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这些年保安给他自己夯实了产业基础 在新型工业化上 保安走出了他自己的一条路 这个很重要 再加上我们前海这个合作区 现在发展现代服务业 就等于是两轮驱动 现代服务业 现行驱动 这两轮驱动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大保安的概念 或者大前海的概念 它是把这两个产业都是放在一起来说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保安它也在逐步成为整个大湾区的一个C位 就是整个大湾区的一个中心